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我们今天的开场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东部第一位声乐家之称的声乐家 吕佩玲教授多年前已经移居美国 在上个礼拜一也就是3月1号 他欢庆了他的百岁生日 100岁了 吕佩玲教授早年在花莲高中 花莲教育大学的执教 培养出无数花东国中国小的音乐教师 同时他也是花莲音乐之父 一顾花莲高中音乐老师 郭子舅的名曲《你来》的填词人 另外我相信各位听众可能都很熟悉的 尤其是有过合唱经验的人 大概都知道回忆这首歌 这首歌在民国42年 由陈坤老师原创了前半段的歌词 到了12年之后 也就是民国54年 1965年 学校花莲音乐高中要参加全省合唱比赛 郭子舅老师重新编了合唱曲 当年同校的音乐老师 另外一位就是吕佩玲老师 吕佩玲老师揣摩前段陈坤老师的歌词一进 填了后半段 那后半段的歌词就是非常著名的 思归其易归其 往事多少尽在春归梦里 极度花飞杨柳青 真人何时归 我们今天来播放一段 花莲合唱团所唱的 也是吕佩玲老师作词 郭子舅老师作曲 《你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来的你究竟是谁 过去这几十年来众说纷纭 有的人说他是一个人 有的人说他是一种情怀 不过好像什么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你字 唤起了许多听众 一种特别深切的孤独感 有人认为它代表着乡愁 三月十号星期三 今天进行的单元娱乐 红帕访问的是 好不容易可以来到我们节目中 来完成一次访问的 波尔偶剧团的团长 郭建甫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你来四次 大概第四次了 对 除了郭建甫之外 他还为我们带来一位新朋友 那就是这一次即将在 三月二十号礼拜六晚间 七点钟 在大道城永乐广场演出的 偶剧 《牙衣山恨》的编导 罗宾先生 罗宾先生你好 你好 郭建甫是我们的老朋友 不用说 但是今天带来的新朋友 要请你我们介绍一下 本来是一位汉学家 后来也投入了偶剧的开发 是 这个罗宾导演 我跟他合作了 其实好多年了 那前些年就是在 在台原偶剧团合作 那常常其实也出访各个国家 其实我们计算了 大概五大洲都 都跑过了 都跑过一次 我个人的 那当然这个罗宾导演 他的这个经验不止如此 这个世界各国 那在这个偶戏的 这个创作上面 以及这个尝试 从这个传统的故事 在地的故事 甚至把传统的偶戏 变成现代的一些方式 常常在做很多的实验 也很多的成果出来 那所以我觉得说 这一次我们也聊了很久 就是说想要再做一出戏 那刚好趁着这个大道成 青年戏曲艺术节 是 然后这个机会能够展示出来 那把我们这个也谈了大概 一年多的这个筹备的这个计划 那时候把它实践起来 对 罗宾导演是荷兰人 是 可以为我们来做一点 简单的介绍 很简单就是我度过汉学 以后80年代 我在厦门大学跟泉州 做天液调查关于傀儡系 是 以后到了1993年到台湾 就特别喜欢台湾 就从那个时候定居台湾 定居下来了 我现在只博物馆工作 后来就是林静甫先生 请我参加这个台原艺术文化基金会 是 开始筹备一个偶戏博物馆 它有一万多个戏偶 一万多个 那我们就在这个大道成的西宁北路 开了这个台原亚洲偶戏博物馆 那我大概20年当那边的馆长 是 顺便做这个台原偶戏团的艺术总监 发展出一些台湾偶戏的一些新的可能性 一边推广给年轻小朋友国内外 另外为了也是为了大人的观众 创造一个偶戏的新的可能性 既然说到这里 就顺便要请教 今天牙山盛这部戏 听说是关于南宋最后几个小皇帝 在忠诚也好 在强敌也好 这个包围之下 老实说那是蛮悲惨的一个时代故事 您刚刚提到了创造性的或者是具有创意的元素 要加进偶戏之中 怎么去处理这样的故事 一个传统的中国故事 是 传统的故事都很好 所以很多很多很棒的故事 所以我们就要努力怎么去诠释 那我一边是从很视觉的方法开始设计新的舞台 以后想这个故事终点在哪里 那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小孩子在战争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到现在 还是一直存在的一件事情 我们戏的最后我们会提到这十年来 有一百多万个小孩在战争里面被杀掉 所以人的命运这样被状况被炒作 这个是一个一条线 我们开始有这个月飞 我们从月飞的故事开始 就是一个好人 但是上面的人在阴谋 你就不管你多好 你的命运就这样子 就决定了 那就是北宋南宋 就是这三个小朋友是足周 这是很悲惨的故事 但是我们的视觉的包装很美 那我们也请一个作曲家 专门做这个音乐 有新的创作 所以我做导演 我希望有那么多才华的人 有做现代剧场 有做传统舞台戏 唱歌曲戏 大家来一起 一起每个人都给一点东西 一起创作一个全新的制作 音乐方面的细节 特别是怎么样去融合新的音乐 和传统的戏曲 建福你来稍后再说明一下 这次音乐 因为传统的演出通常就是 布袋戏以南北馆为主 尤其近年来所谓传统 大部分就是以北馆 然后用金句锣鼓 当然这一出戏里面 我们还是会用到一些 这样子的既有的元素存在 但是我们因为跟这一次的作曲家有合作 我们觉得说 以前是既有的东西 全部就套去戏里面 但我们现在就是一戏量身定做 然后跟着不同的场景 然后的气氛 所以比如说有一些人物是蒙古 将军出来的时候 然后还有在一些比较宫廷里面 童年生活 在这样子一个环境 那我们就不会只是说 开心就用一首 以前留下来的开心的曲子 难过就用一首难过的曲子 我们也是会全部重新做 全部用新的曲调 那在音乐配器方面也不一样 我们也是把像大提琴 这这样的一个声音 把它放到这个不带系的演出里面 其实它的整个听觉 感觉来讲 它的层次厚度 那也特别的厚 特别的多 那我觉得也都是一个尝试 在过去你上节目的几次 我这个宣发里面 我注意到你 而且是一次一次才慢慢发现 你在偶剧这件事情上 开创的全面性 比如说偶的头 是你自己磕的 偶的衣服是你自己编的 织的 裁缝的 偶的好像一切都是 从你去 就自己去打造 那么这一类的工作 在这样的一个戏里面 也要重新来过一遍吗 必须的 对 说一说 我们就讲说 其实视觉我觉得很重要 对 我自己的剧团长期以来觉得说 文本 戏剧的精彩度 那是看完戏 大家觉得很棒 那是一种满足 但是呢 视觉就是人家一入场 一做定位 一看到东西 那就是一个直觉了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些东西 他的舞台上面的美术 然后质感 我们都必须要要求 那像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戏偶 造型也尺寸是像传统布袋戏这么大 还是比较小的 对 但是造型的 我们在那个脸部上面也是做了一些不一样的质感 我们这一次没有特别的上色 完全就是木头的原样展示出来 那就是把眼睛眉毛稍微的勾勒一下 那衣服的布料 我们也是都找了很多不同质感的拼贴 然后甚至做出一些刷旧的质感这些都有 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并不是所有东西华丽 然后斑蓝石色这样子 就可以满足我们甚至观众现在的胃口 所以我们在这些小地方上面也做了很多的琢磨 导演对于这个故事 尤其是在表现形式上 有些特别强调的 比如说什么样的技术 什么样的形式 什么样的叙事方式 我们加了一个面具演员 所以那个演员是一个艺人 那因为是宋朝的故事 宋朝是中国戏剧的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年代 尤其是偶戏方面 偶戏当时是最重要 比戏剧还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人会上台 以后他是一个什么一个红线 就是艺人一直在演 故事一直在重演 历史也一直在重演 可是他的size跟偶差的很远 差很远 对他是坐在旁边 但是他也是就是说故事的人 那他也会拿一个傀儡戏偶出来 以后慢慢剪一条线 一条线 剪 用剪刀剪 以后 把那个玄丝剪断 对 以后在故事里面越来越多的人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 最后他出来 会把偶收起来 是 放在箱子里面 以后他走了 这是一个很meta的 很厚色的一个 对对对对 也就是让在现场的观众 可能对于这个戏曲的故事里面 跟处理故事的 背后的 这个动机 更多的了解 因为偶的特色 偶永远不会死 它永远活着 它一代一代我们传下去 它一代讲我们的故事 所以它代表一个永生 在台湾这么多年 从事关于偶的 不管是博物馆的展示 活动 以及编导 你觉得在台湾偶戏 它未来的 也就是剧场的前景 还足够乐观吗 台湾偶戏的地位 在整个亚洲 可以说全世界非常特别 因为它被重视 比任何亚洲其他的国家更多 包括泉州 包括泉州 因为我们第一有 霹雳布袋戏 有电视 所以台湾每个7-11 可以买一个偶戏的DVD 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地方 偶戏就是因为诗言文 就是对某一个年代的人 非常有感情 所以大家觉得很重要 另外就是全亚洲 偶戏在没落的状态之下 台湾因为宗教的关系 还是有几百个专业的偶戏团 伺候那个宫庙 天天在演出 那有现代的偶戏团 有很好的一个政府的补助系统 所以状况可以说是蛮乐观的 我在我整个亚洲都去看过 我觉得台湾 我为什么在台湾 也是因为它的环境是最好 对偶戏来说 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后面这句话 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看来不是没有艰难的压力 我想要从这个角度来谈谈 你觉得在台湾发展偶戏 可能还有哪一些 第一是剧团有责任 我们要有时代变 社会在变 偶戏戏曲没有人看它会死掉 我们不只要神看 所以你需要有创意 要观察社会 要跟着社会变动 你不能说传统时候很好 以后你就是要来看 我现在我做演讲 我就小朋友 现在台湾小朋友 几乎跟外国小朋友差不多 就是那个文化 传统文化 真的很陌生 以后要不要看布袋戏 我看过 我看过一次 我就不用再看了 那我跟大人演讲 我说讲完布袋戏 重要要保持很重要 晚上要不要看 没有时间 刚好没有空 很想看 刚好不行 那我们面对一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 我也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我去 经过一个小庙 在庙的对面 隔一条马路 就在那演布袋戏 神在看 还有就是我在看 还有两条狗 也不好意思不看 会因为那样多站在那里十分钟 好 那这样的问题 有比较公共的力量 可能可以救助或者是赞助 以及长期的去辅导 或者是就是帮忙支持 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剧团 其实应该讲台湾这个剧团 小剧团 这些剧场 生存其实都蛮不容易的 因为本来就 刚刚我们这常常都在 在调侃自己说 一场活动下来 有一半的人大概就亲友团吧 一半的观众你都认得 对那所以这个这个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市场 或者说这个观众呃更做得更大 面向更可以吸引的进来 我觉得这个也都是我们一直在摸索 然后也在尝试当中 是对那当然呃你说补助这一些吗 当然也是有限 所以其实还有一大半的部分是必须我们自己要再去寻找新的出路 两位都提到了我们自己要要要往这往前努力啊 我想在表演形式上 有你们觉得还蛮值得称道 或者蛮值得骄傲的一些新的展现吗 比如说操纵某的技术啦 或者表演这个声音的开发啦 或者音乐歌唱 曲艺怎么样再融入这个剧情里面 我们就拿牙依山恨来做例子 嗯哦我们在这一次的演出呃 因为很多人对于布袋戏的演出 他可能就觉得说你是一个纯布袋戏的演出 嗯哦那但我觉得偶戏其实没有特别界限的 就是如果是呃为了把一出戏做好 那我们不觉得是仅限于只有布袋戏 所以在这一出的呃这个里面安排 我们里面有光影光影戏啊皮影戏哦 哦然后也有傀儡戏的这样子的呃戏偶出现 就是玄石的呃对那我们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其实是能够把这个舞台上面偶戏的种类哦 或者操作形式那个舞台的视觉感 我们都可以把它做的更丰富一些 那在其实我们的原则就是说上了舞台任何东西 我们都必须要把它赋予一个意涵存在 而不要只去就于形式化 嗯因为很多东西形式化之后 大概我们觉得就是说呃 大概就长那样子吧 没有什么意思啊 那但是我们如果每个细节呃讲究一些呃 再更加讲究除了我们自己提升以外 我相信观众也会觉得说这个跟呃 既有看到的或是他自己本身的印象是会有所不同 那我觉得就对于这个看会有帮助 罗宾导演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一场戏的作为例子 嗯来谈谈牙山恨所你觉得说哎 他跟你传统的偶戏有一些什么样不同吗 嗯我们舞台有四层嗯最高演布袋戏的地方是四米高 哦呃 操纵偶的人也站在这么高的地方 啊这个是个要要来看戏才知道 以后我们呃我们有第一次戏偶放风筝 哦呃所以我我希望就是每一个 每个部分就一直观众有个敬喜 哦那些哎没有想到戏偶可以放风筝 对对对对当年唐朝豪放女呃 呃夏文系用脚趾头放了风筝 哦呃这个万子梁下夏文系嗯 那也成为一个经典的场景就是就是没有人用脚趾头放风筝 嗯但是那个充满了这个应该叫erotic的象征 嗯嗯但是嗯看起来我们我们那一代的人都没有忘记那个那个那个镜头 我们这出戏里面也有春空图 是吗对小皇帝适合吗 呃是大皇帝在宫廷有床戏 哦所以我不要全部说出来但是我我今天晚上有空 达伊山恨三月二十号星期六晚间七点钟在大稻城永乐广场 刚才说了这是一个一个青年集团的活动 哎对青年戏曲艺术节那是自由入场 好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 《牙衣山恨》 一段小小的音乐 访问的是不二偶剧团的团长 郭建甫和编导罗宾先生 介绍的就是《牙衣山恨》 刚才这段短短的音乐 可以介绍一下吗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一次的 最后一幕 也算一个主题曲的一个概念 对 我们这次的音乐设计 是蔡廷如老师 那也都是传统音乐起家的 但在这一次的 我们《牙衣山恨》的作曲当中 也给他了很大的挑战 对 因为我们做传统戏曲的 常常就是觉得 我们要怎么样来依照戏的需求 来去做新的旋律 然后这一次我们加入了古增 在里面 那这样子的乐器都是传统布袋戏原先没有的 所以在这个 它的整个你说调性也好 或者演奏技法来讲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并没有单纯只是锣鼓这种锣鼓喧天 什么那种很大声 而是给大家有一个 在内心里面或者是说在天觉上面是一种 成文 优雅的这种 你们乐队的编制可以介绍一下 文武场吧 我们说 我们这次文武场 应该是历来最大的一次 对 就六个乐视 六名乐视 那这包含古增 大提琴 好那这个笛子啊 然后吹管的做动销笛子我们都用上 好那胡琴 好 然后呃这个后场这个武场领导也还是有 这个四股 好然后还有罗操 要把大提琴融入的原因是CELLO是吧 就是把大提琴融入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很好的一个低音 因为没有低音 所以CELLO就是提供这种低音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 其实因为我在以前在大陆看很多戏曲 很多剧团开始用CELLO 因为中文音乐有时候缺那种低音 所以CELLO是很很完美跟传统中国乐器配合的一个乐器 在这一出戏里面 应该说怎么去掌握两种不同音乐传统的特质 尤其是能够配合到宋代这个历史的题材 我还没办法想象 你可以多多说一点吗 主要是我们的作曲家 他很厉害 那我给他很多很模糊的一些点 就是说这里比较悲伤之类的 那因为我希望艺术家会自己去发挥 我不要给他非常清楚的我要什么 所以他也不是常常作曲 所以这一次他对他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 就是蔡婷如老师 对了另外蔡婷如老师也参与了你们有一个教学的活动 对可以把整个的教学活动来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这个波罗剧除了在演出以外 我们常常也是很希望说借由各种面向的活动来推广 这个有关于布袋系的文化艺术 那所以在一个我们3月12号起 那为期13周 我们有这个布袋系的声音工作坊 对 因为我自己长期在做这个布袋系的教学的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布袋系它是一个很全面的综合性艺术 它有文有舞有美术有演出有音乐等等的 那大部分人对于操作演出上台很向往 但是很困难 确实很困难 因为那个要练功 手指灵活度 那可是对于声音来讲 它其实也是布袋系的灵魂 因为 你们有那个话吗 千金道白四两季 所以这个讲话还有音乐 我们常常老话讲 三分前场七分后场 那七分后场就是音乐的部分 那所以呢 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它的声音其实是更重要的 以前人是听戏 不是开戏 对 那我想说 那就用这个方法 把有关于布袋系的声音 一一的介绍给大家 那就从这个锣鼓点开始 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个布袋系的这个音乐流流传的这个过程 那以前从南馆到北馆 到有加入歌仔系的唱腔 又加金句的锣鼓啊 金句的风格 好 在一路上过来 那到后来我们现在把几个实用的这个锣鼓点 这个锣鼓的这个打击方法 拿的方法 然后交给大家 那再来就是试谱 因为一个是节奏嘛 第二个就是 所以学布袋系 学偶还要还要会看谱 都要略懂 都要略懂一些 那所以后面也有一些像功词谱 功词谱 对的这一些的内容 那我们也是教大家来来念谱 另外好像口白也得要从头学 肯定的 这种所谓基础口白 可以演示一下吗 比如说到底怎么 我们的讲法 我们就 包括进入《牙山恨》里面的故事 来说一说 我们就是一个人要讲 圣诞金末丑 所有的角色都得一个人来讲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类似 城市化的表演方式 那像我们要哭啊笑啊 他都是在我们这次声音工作坊里面的 那我就 我觉得大概也试一下这个哭啊笑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上面 那先我们先哭的话 就这样 从天 小头 小苦 这个跟金句很像 对 我们在口白很多东西其实都有 有点融入金句 对那笑的话 在很多种 就是我们在这系里面的 你说这个敌方的军队啊 这些的大将 那笑的这 有 那还有的另外一种 大概类似这一些 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这次声音工作坊也会交给大家的 因为这种 他的这个工作坊的成立形式跟传授形式 我们就是会有一个进度 我们包含这个声音讲讲台词念白 然后最后希望说是可以把前后场搭在一起 手不操作戏友而已 那其他的我们讲台词 我们就摘录了一段武松打虎的基本台词 然后让那个学员自己念之外配锣鼓 是 他用嘴巴配 嘴巴 现场要演奏 自己演奏 对 然后念白的话就是自己讲 我们就让他们了解 锣鼓点他自己打 自己打 我们分组进行 所以这样子他就比较有一个实际的 学习对象学习目标 对 那我们这个对象的话 那因为我们长期也在做教师的这个 呃 研习课程 那很多学校老师在于做表演艺术 传统艺术也是觉得说 需要 那当然除了这以外 我们更欢迎一般的 呃 对这不带习有兴趣的朋友 然后能够来参与 那这个活动也是免费的 是 也是免费 也是免费 12堂课 13堂课 对 在我们的这个大道成的西陵北路 是 那详细的这个呃 报名资讯 也都可以看我们波尔偶聚的粉丝 网站 专业 是 粉丝专业 呃 另外就是要请问罗宾导演 从到台湾来有二十几年了 呃 而且有二十年担任偶聚的博物馆的馆长 你这个过去 两位之间是如何互动 就是我相信你们应该有一个合作的历史 是 而且互相之间有表演跟教学上面都大概都有一些可以相互流通的热情 嗯 谈谈这方面 对我我呃 我一直在找 观察以前就是哎 哪里有好的演员又是有创意啊 因为动作什么都做得很好 这是一回事 嗯 但是另外你动作做好但是你又加了自己的东西在里面啊 好你有思想你有艺术的感觉你有美学的感觉那我就呃看到建福 我觉得发现哎他跟我以前跟陈夕环师傅合作是他不是就是动动的很好他也是动脑筋一直加东西一直在想我怎么演出可以变得更好嗯好这个这个技术这个事情很少看到在演员的身上呃因为你有没有那个脑袋可以在把他抬头更高的label那我刚呃建福就感觉你元很有劲啊 这个人真的很厉害 他也是有这个企图心的 对 我们前几天为了评审演这个戏 给他们看过去 他怎么又加了东西 评审也发觉了 平时不知道 他们第一次看 但是我看过去 怎么又加了东西 但是都是加的好 把戏变得更好 所以这个是有趣味 我希望艺术家都是可以 不断的有新的创意 不断的有创意 不断的变更好 您听到的是 不二欧剧团的演出 《雅艾山恨》的其中一个曲目 《雅艾山恨》的《雅艾山恨》 《雅艾山恨》的演出 《雅艾山恨》的《雅艾山恨》 建福 这个听起来比较接近 我所听过的歌仔戏 对没错 谈一谈这个音乐 我们这个里面唱相的部分 也是用歌仔戏的曲调加入进来 因为在这故事里面 牙三恨是讲儿童 那也有加入这个母亲的这一种视觉观点 那歌仔调的这种感觉 它其实在于女性的这个诠释上面 可以跟这个门南话 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调性上面 是非常的搭配的 能够搭配的起来了 对 然后味道我们觉得是也是对的 所以我们又把这个歌仔调加入进去 是 对 我现在突然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 要问罗宾先生 您是这个剧的编导 那么在你生长的地方 荷兰 那个偶剧的发展 也有这种类似 比如说有一个歌调在后面 形成它戏曲性的支持 或者是有一种民谣的配合 融入 让偶剧也有音乐剧的形式 这个是有存在 但是亚洲偶戏的特色是永远乐队比前台演的人多 越是多 所以亚洲的偶戏真的是一个歌剧 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剧 那在西方当然 在欧洲简单的偶戏有一些简单的乐器 当然也有 摩扎德的歌剧的偶戏 那些都存在 但是基本上以前的这种流行 民间的偶戏的乐器 可能就有一两个 我在电影Sound of Music里面看到一小段偶戏 配合着牧羊人牧羊的这种歌曲 那感觉上 那好像是某一出戏里面的一个点缀 是是是是一个小片段 是 在可是我刚刚又听到你提到莫扎特 是不是你们也有合作要准备 莫扎特的故事有关 五月跟哀乐歌剧房 做一个莫扎特的 他最早的这个歌剧 只有25分钟 那专门是给儿童看的 就是五月在中山堂 那可是是孩子要有偶 有偶有偶有偶 有偶唱德文 偶戏是讲台语 那这样的配合 建福你是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非常有趣 我们觉得说这个歌剧 其实布袋戏的演唱形式上面 以前都有嘛 那以前就是唱我们自己的音乐 戏曲 但我觉得说 不管你融入京剧歌仔戏 他就是本土的嘛 对 那我们跟加入歌剧 其实跟罗宾导演之前就合作过一次 就是水手 那也是已经是用歌剧的形式 那所以用这个方式 我们并不陌生 但是呢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编制 其实更大 因为跟爱乐歌剧房 里面好多个角色人物 那是不同的人去演唱 然后加入这个德文跟台语的 可是只有25分钟 没错 整个剧 25分钟大概就出场了 那后面也有一些其他曲目的演示 对 好 从刚才谈到的这些个演出设计形式 我总看到一个教育上面 也就是传承方面 传译的这个实质 我相信要找到 偶聚的新的传人 包括演出的 包括甚至包括刚才我讲的 包括怎么样制作 这个很庞杂的一个工程 怎么去训练下一代 很不容易 对 想一想你的这个传译过程 我们其实就在现在就是 广开这个体验课程也好 或者是研习课程 那希望是说 学生或者是成年人 社会人士对这个有兴趣 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交流学习 那才有可能是更深入的机会 因为这个入行 接下来讲说 看似容易 但是要真的要专精的话 是不容易 因为台湾比较可惜的是说 他到目前为止 有表演艺术相关的这个科系 但是就是缺少 唯独木偶科系 没有偶戏 没有偶戏的这个表演 那他的概念很多 其实在于肢体啊 或者是这个人物观点来讲 他跟人的表演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偶戏是介物表演 那间接式的 那你必须要懂得 这个人物的机关啊 关节啊 整个比例 所以这个是要我们民间 或者说自己私人的这个剧团 要长期培训 确实在这个训练上面 可能我们自己平常演出以外 我们还要再花另外一辈时间来 培训人员 那剧团这两年陆陆续续 在做一些储备团员的征选 还培训 那但是因为其实讲实在话 这个木偶的训练要从年轻开始 所以那个手部的这个关节灵巧 才能从小练功嘛 那所以 我记得你给我看过一个影片 你的食指拇指跟中指 怎么去操控那个偶的角度 可能一个非常微小的颤动 就会让他这个 有了非常生动的表情 对 所以我们这个在操作上面 他必须要下苦工 你要耐得出性质 这个我觉得这是现在在于 这种节奏比较快的社会当中 需要比较难寻找 这样子的概念 刚才罗宾先生在讲到说 有一个真人的演员 剪那个傀儡玄丝的时候 我鸡皮疙瘩的起来 因为那在发明 在那个演出上是一个发明 那他这一类的活动 不一定是只有偶才能 也就是说他必须还要有人在台上 这一类的设计 还会有一些什么样 这一类的是 其实台湾有一些 现代偶戏团也在尝试 相关的相关的事情 所以接着刚才建福讲的 我自己到了25年 到了艺术学院 我觉得台湾什么都可以学 什么美国 什么最现代的 什么表演艺术 但是自己的文化不能学 我就觉得很奇怪 台湾布袋戏团是全台湾最多 包括傀儡系 300多个 以后你不能学 以后我觉得你有那么好的资源 为什么不好好去开发 就在伊朗 我们有这个离子欧溪村 每年开放也是外国人来学 报名都是几百个人 都要学我们要学台湾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就是这样 剧团辛辛苦苦的 在做不应该做这个工作 这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 制度来建立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政府再把你刚才的活动 整个时间地点说明一下 我们的那个挨山恨的演出 在3月20号晚间7点 在这个大道城的永乐广场 是免费入场的 那当然我们还有 刚刚也有讲到声音工作坊 声音工作坊是上课的 13堂课 那我们也在这个3月12号 第一次上课 所以在这个之前 我们都可以报名的是免费的 3月12到6月4号 6月4号 对 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联书 粉丝专页上面 不二偶聚的粉丝专页来报名 对 我们还特别强调 在永乐广场 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开放的 而且是不收费的 不收费 我们再说一下 是几月几号 3月20号 星期六的晚上7点 在我们这个大道城的永乐广场 挨山恨 由不二偶聚演出 你可以来主持这个节目了 非常感谢 波二偶聚的团长 郭建福先生 以及 以牙山恨的编导 罗宾先生 也非常期待 我们的听友 能够在 3月20号 礼拜六晚间 到大道城 永乐广场去 聆听 去欣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